因此那些修为达不到正常级的 来这里还是有很大的危险性的 我跟老张一直都很镇定 林凡说道 永信大师道 首领 你不要太紧张 深呼吸几口气 是有帮助的 他早就是林凡的忠实舔狗了 如果没有别人在的话 态度绝对好的让人很害怕 一眼就能看出 这人绝对是在舔对方了 杜燕南怪异地看向永信大师 以往的老和尚对他颇为尊重 很想学习他的绝学 所以态度一直很好 可现在 他发现永信大师竟然有种 抛弃他的感觉 不 这不是感觉 而是真的是这样 你最近跟他走得很近啊 杜燕南问道 永信大师道 最近我日夜念佛 冥冥之中 发现他跟我佛有缘 所以跟他多交流 能让我对我佛有更深的了解 杜燕南翻了翻独眼 信你的鬼 你这从不念佛的家伙 还跟我说这些 老张 不能吃 此时 老张在一棵树下采摘到一株蘑菇 准备擦擦就要入口 却被林凡给阻拦了 怎么了 老张好奇地问道 林凡道 这蘑菇是有毒的 千万不能吃 否则就会中毒 听到这话 吓得老张立马将手里的蘑菇扔地上 崇拜道 林凡 你知道的好多呀 幸好有你在我身边 否则我肯定会中毒的 只是我肚子有点饿 想先尝尝看好不好吃 如果好吃的话 就多摘点 以前我们在电视上见过的 新闻里有讲 看来你肯定是忘记了 那肯定是我忘记了 老张挠着头 表现得很不好意思 独眼男翻了翻白眼 说实话 就算没有人说他们是青山精神病患者 他都要怀疑 他们的脑袋是不是有问题 永信大师道 林施主实在是太有见识了 佩服 佩服 缺少大门牙的毛山高手林道明 阴阳怪气的 老头驴 我怎么发现你这家伙 好像也喜欢拍马屁呢 他们自然知道林凡有多强 谁不想跟强者在一起 但关键就是 他摆放不下这张脸 老脸有点薄 对着年轻人就是一顿猛派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林施主 我发现你的心境有问题 承认别人优秀 就真的有那么难吗 永信大师说道 林道明看着他 无奈地摇着头 已经真心不想多说一句话了 为了隐藏自己跪舔林凡的行为 就这睁眼说下话的本事 真的是很惊人啊 刘海禅说道 你们有闲心在这里闲聊 倒不如说说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林凡跟老张 没有理睬他们聊的话 而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聊着天 诉说着刚刚是如何发现的 还有这蘑菇到底是 为什么会有毒 他将在新闻上听到的内容 重新讲给老张听 就是希望老张能够记住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就不会被蘑菇蒙骗了 邪物公鸡很紧张 鸡脑里只有一个想法 我的同类呢 为什么感觉不到同胞的气息 你们到底去哪里了 虽说他从来没有来过长白山 也没有见过这里的同胞 但以前在野外的时候 同胞们说过 这个世界外面无人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地盘 可现在 邪物公鸡有点慌 慌得差点像当场下几枚鸡蛋 而且最让邪物公鸡 有些无法忍受的就是 他能够感受到 长白山给他的感觉很压抑 就像是有恐怖的东西存在似的 此时 杜彦南等人 聊着接下来的事情 来这里之前 我已经跟夏都那边联系过 我们属于先锋队伍 他那边 暂时不能随意离开 如果遇到那些神秘强者 能交流就先交流 摸摸他的底细 看看对我们人类 到底是怎么想法 杜彦南没有告诉他们 吴胜先前就已经说过 人类在这些神秘强者眼里 恐怕也是敌人 至于能遇到吴胜 这种友好一点的 星空强者 机会渺茫 希望很小 林道明说道 来之前我给你们推算过一挂 急挂 不会有事的 废话 刘海禅瞧了他一眼 感觉他这就是多此一举 也不看看谁跟过来了 如果不是林凡过来的话 他肯定也会紧张 但现在 能有什么好紧张的 独眼难道 来之前 我已经仔细调查过 长白山的各种神话传说 类型比较多 哪些是真的 哪些是假的 暂时还不好说 不过 根据先前孙小拍摄的视频 火魔跟白蛇 可能是真的 白蛇 我感觉那是龙吧 林道明说道 独眼难道 神话传说中是白蛇 但那是以前的世界 现在是什么 谁也说不准 那些星空强者来长白山 肯定是感应到什么 又或者 他们就是为了火魔跟白蛇而来 就在此时 有人 独眼难出声 所有人都警惕起来 金属的声音 当他们看到来人的时候 顿时松了口气 说实话 遇见谁都不可怕 最怕的就是遇见那些星空强者 是你 独眼难皱眉 没想到竟然是星条国的太阳神 阿波罗 一位科技跟武道合体的强者 他知道别的国家强者肯定会来这儿 却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 而且都难以追踪他们的行踪 说明他们有着独特的路线进来的 第五百一十二集 阿波罗体型壮硕 金色的长发吹到肩膀 其中一只眼睛 竟然像是机器人眼睛似的 啊不对 就是机器人眼睛 这只眼睛蕴含着星条国最强的科技 就是能够提前模拟出对方出手的轨迹 而且还能分析对方的破绽 的确是很强的科技 没有错 就是我 阿波罗看着杜燕南 随后将目光看向林凡 他就是最近闹出很多事情的林凡吧 感觉也不怎么样 如果不是赶时间 真想在这里将他击败 阿波罗激起眼分析着 数据未知 数据未知 别人不知道 但阿波罗却没想到 竟然会显示未知 不可能吧 就算是独眼男 运用机械眼睛 都能够全面地分析出来 唉该死 可能真的干不过 但就算真打不过 他也不会表现出来 是为星条国最强的英雄 能够随随便便 就说自己不行吗 嘿嘿嘿 你可以试一试啊 林道明笑呵呵的 缺少大门牙的他 一旦笑起来 那模样还是有点奇葩的 他就知道 这家伙是在装逼 还想跟林凡比试 简直就是在做梦 真要是打起来 绝对被揍得骨折 阿波罗看都没有看林道明一眼 而是朝着远方走去 此地危险 可不是你们能来的 那什么星空强者 就让我去对付好了 你们就在这里待着吧 他有点拽 杜燕南想提醒他 别太猖狂了 但想想就算了 反正又不是自己人 永信大师全程一言不发 深知林凡有多强的他 知道阿波罗也看出对方不好惹 否则真要打起来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林凡 刚那家伙想揍你 林道明来到林凡身边 嗯 谁啊 就是刚刚来的家伙 啊 很弱的 我从来都不欺负弱者 因为这是一件特别不好的事 林凡说道 他没有看到对方长什么模样 全程都很认真地跟老张 讲着毒蘑菇的危害 至于刚刚那位 不好意思 没怎么注意 能够被林凡忽视的人 那绝对不是强者 只有强者才能得到林凡 跟老张聊天时 抽空看一眼的特殊关照 林道明叹息一声 这番话他是接不住的 阿波罗身为星条国的最强者 实力自然无需质疑 尤其是科技结合肉身 就算是独眼男能够战胜的 都未必能够轻松拿下 当然 到底能不能战胜还是未知数 哪里有想的那么简单啊 可是在林凡眼里 他就是弱者 没有任何毛病 说得很有道理 此时 他没有随意闯入长白山里 这里太大了 到处都有可能存在危险 也不知道星空强者在哪里 只能做官其变 等待情况发生 尤其是他们毫无头绪 完全不知道来这里 到底要找什么东西 独眼男道 林凡 你能感觉到有强者的气息吗 没有 林凡摇头 没有强者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独眼男沉默 也许是我问的方式有点问题 仔细一想 好像还真是这样 开动脑筋 如果我是好人 应该会怎么问 陡然间灵光一闪 永远都是那么的聪明 你感觉到 有多少人比我强的 独眼男问道 林凡 林凡沉思着 张开双臂 感受着大自然 随后缓缓道 很多 老铁扎心了啊 不知为何 独眼男轻轻捂着胸口 也许是真的没想到 他会说得如此无情 但他知道 林凡绝对不会说谎 那就说明 真的有很多人比他要强 有种巨大的压力啊 你是他们的对手吗 独眼男问道 林凡沉思着 任何对手都值得重视 没有交手前 我都是五五开 看看 多么谦虚的行为啊 永兴大师从来都不相信 林凡所说的五五开 那些都是谦虚的话而已 真实情况绝对被暴揍 而且会被揍得毫无反手之力 独眼男稍微安心许多了 略微得意 带着林凡来长白山 或许就是最明智的事情了 遇到任何危险都不用害怕 他们待在边界一段时间 如果不往里面出发的话 什么都不会发现 独眼男想了很久 最终决定带着人往长白山 身处出发 也想跟星空强者碰面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 一直躲避终究不是办法 只有勇敢地面对 才是最重要的 很快 他们遇到一种 不是邪恶的生物 邪恶攻击看到对方时 脑海里只有一种想法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为什么看似跟同胞似的 但却没有一点同胞的气息呢 独眼男等人警惕地 看着这头白虎 好庞大的体系啊 这根本不像是普通的白虎 他一眼就看出这白虎不简单 散发出来的气势很强 林凡 这是老虎 老张惊呼道 我知道 我们以前在电视上见过的 别人对出现的白虎很警惕 只是林凡跟老张 却显得很淡定 完全没有将白虎放在眼里 就仿佛是一头可爱的 小猫咪出现似的 他们对白虎充满了好奇 第五百一十三集 永兴大师小声道 老纳怎么发现这白虎的眼神 好像充满灵智似的 听到他的话 独眼男仔细地看着白虎的眼睛 发现还真是这样 按理说 这些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的野兽 眼神散发出来的 永远都是一种原始的胸残光芒 可不会有像现在这种情况的 独眼男沉思着 曾经野外都是邪恶生存的地方 人类根本无法涉及到这里 因此这里到底存在什么 永远都是一件未知的事 就在他们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 林凡跟老张 已经开始有新的行动了 小老虎 我好朋友想摸一摸你 你过来啊 林凡朝着白虎招着手 任何人看到这种情况 只有一种想法 这可是山中霸王 跑路保命要紧 你还想着让对方过来 让你摸一摸 你是不是嫌活得太命长 想换个地方待一待啊 老张抓着林凡的衣角 会统一让我摸吗 肯定会的 林凡说的 此时的白虎情况不是很好 他感受到有人类的气息 出现在他的附近 所以来这边查看 甚至已经做好 弄死对方的准备了 但现在 不妙的情绪 笼罩着他的内心 从野兽对危险的灵敏来说 白虎从林凡身上 嗅到浓浓的危机感 稍微往后退了几步 保持安全距离 过来呀 林凡向前走几步 而就这几步 对白虎来说 却仿佛危险又临近似的 妈的 过来你妹 真当我虎大爷是傻貌吗 白虎对着林凡怒吼一声 虎啸山林 阴波阵阵 空间就仿佛折叠得不匹似的 出现一层层波纹 溜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虎大爷深知逃跑得精髓 明知干不过 还留下来那就是自寻死路啊 尾巴一甩 四条腿跑得贼快 眨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彻底的消失不见了 嗯 林凡露出疑问的神色 他为什么要跑呀 明明对他没有任何恶意 而老张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想摸一摸而已 又没有说他很可爱 独眼男跟众人对视一眼 神色震惊 刚刚那白虎 绝对是被林凡给吓走的 否则没理由啊 远方 好可怕呀 虎大爷迈着风骚的步伐 观察周围的情况 确定没人之后 直接口吐人眼 表现出刚刚的情况 是多么的糟糕 那人类绝对有病 别的家伙看到我 早就被我吓得 屎尿当场失控 这家伙竟然要摸我 可怕的家伙 随后 鼻尖袖动着 仿佛是闻到了 某种东西似的 直接朝着身处走去 胡大爷能够活到现在 靠得不仅仅是自身的实力 更多的 还是发达的大脑 只有小心翼翼 才能活得更久 此时的阿波罗 并未将长白山放在眼里 对于他来说 足够的自信 才是真正的强大 他现在就很自信 他除了感觉 有点揍不过林凡来 别的有谁 能是他的对手啊 这就是自信 站住 你们是谁 阿波罗看到前方一队五人 穿着奇怪的服装 随后一想 看来他们就是 胸空强者了 对于这些神秘的家伙 他还是很好奇的 慕浩听到声音 回头望去 又是这种土著吗 他在飞船上 见过类似的 就是那些宇航员 随后被族人 随手玩弄死了 跟随在穆浩身边的 北涛看到阿波罗时 表情诧异 显然是没想到 会遇到他 紧接着他就感觉 不妙的事情 很可能就快发生了 以他对阿波罗的了解 此人傲慢得很 从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 所以他自认为阿波罗要悲剧了 如果是别的人面对阿波罗 以阿波罗的实力 谁跟他遇到 那也是谁倒霉 但现在风水轮流转 悲剧往往都是在 对方毫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 你说的是龙国语言 幸好我博学多彩 任何语言都有设计 阿波罗周梅 没想到星空强者说的话 竟然是龙国话 竟然不说星条国最强的语言 实在是让人失望 你 我记得你 当时星条国的宇航员 就是被你们给杀死的 阿波罗身为星条国最强的强者 自然有权利观看当时的视频 也就记住杀害宇航员的那些人 如今碰到 仔细一看 他就回想起来了 北涛 默不出声地观看着 他不想多说废话 以防被对方认出来 对他后续的情况有所影响 沐浩奇怪地看着对方 很弱的家伙 既然如此 我身为星条国的守护神 最强者 那就 阿波罗的电子眼 检测着对方的情况 脸色轻变 七线眼显示 依旧是未知 妈的 我的装备 莫非坏掉了不成 随后 他想到 面对林凡时的情况 他感觉自己 实在是有点胆小啊 竟然被自己给吓住了 而且 让他有些不爽的就是 能够跟他融合在一起的装备 竟然如此不行 嗯 看来等回去后啊 肯定要好好地说一说那些科学家了 搞的什么玩意儿 这也都能给我弄错吗 你想干什么 木浩玩味地看着眼前这奇奇怪怪的土著 并未将对方放在眼里 阿波罗抬起双手 紧握道 我将用这双经过修炼 科学改造的双手 给你一点教训 记住 我是星条国太阳神阿波罗 你的对手 第五百一十四集 木浩跟家族弟子们对视着 倒不是害怕 而是惊讶 又或者是没想到似的 竟然有土著来挑战他 这是一种自信 还是说 他并未对土著做出某些事情 导致土著很猖狂 对他没有任何畏惧感呢 好吧 木浩微笑着 当有人找死的时候 拦肯定是拦不住的 北涛无声叹息 趁他妈是大傻子 算是见到了 哪来的香味 你闻到了吗 老张问道 咕噜噜 闻到香味的他 捂着肚子 肚子发出了咕噜噜的声音 垫着脚尖 昂头朝着远方望去 希望寻找到 散发香味的来源地 林凡道 嗯 有 独眼男等人都非常好奇 刚刚还没有香味的 可是当他们走到这儿的时候 就已经闻到了这股味道了 都小心点吧 防止有危险 他出声提醒着 林凡指着前方 在那里 老张 跟我来 他们毫无忌惮地朝着前面跑去 独眼男伸手想拦住他们 你们能不能对这地方怀有一点的敬畏心啊 能不能别无法无天 真的很可怕啊 跟上吧 他是一句话都不想说 也许有实力 趁得就能为所欲为 无法无天吧 邪物攻击幻想着 毛毛躁躁愚蠢的人类 来到这种 连我这种邪物卧底英雄 都感觉心惊的地方 竟然连一点警惕的心都没有 等遇到危险 怕是就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 没过多久 他们终于来到了 散发着香味的目的地 是尸体 而且还是被扭断成几截的尸体 太阳神阿波罗 啊 林凡 我害怕 老张缩在林凡的后背 表现得很害怕 林凡安抚着 别害怕 有我在 没有人可以伤害到你 怎么会这样 独眼男大惊了 仿佛见鬼似的 阿波罗的实力是很强的 就算是他 都未必能够战胜对方 也许权力爆发 最多不分伯仲而已 只是现在 眼前这阿波罗 到底是遭遇了什么呀 竟然会被人揍成这样 简直是不敢置信 阿弥陀佛 永信大师双手合十 往生咒走起来 揍你一场 算是老纳慈悲为怀 就这模样 还能有命吗 林道明问道 独眼男道 你这样了 你以为能有命吗 林道明无言以对 说说而已 何必干我呢 如果我会毛山炼鬼术 绝对能将对方炼制成鬼师 而就在此时 我没死 阿波罗被扭下来的脑袋 猛得睁开眼 对着独眼男喊道 独眼男震惊 眼睛瞪得滚圆 这都没死 阿波罗到底被改造到了什么程度啊 莫非他脑袋都被改造过了不成啊 别大惊小怪 星条国的科技可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 将我的脑袋送回星条国 阿波罗说话的语气有点怪 仿佛是在命令神似的 现在的阿波罗很后悔 如果上天再给了一次机会 对天发誓 绝对不会相信自己的机器眼是坏的 苍天哪 大地啊 直接被秒杀 那种感觉没有亲身体验过 是无法理解的 真的有种说不出的痛 独眼男眯着眼 神色阴晴不定 他在思考 拯救她的话 那就是给龙国带来麻烦 在他们国家横行无际的行为 让独眼男很是不爽 好 独眼男上前 抬脚 你 咔嚓 阿波罗的脑袋瞬间被踩得稀巴烂 永兴大师等人面无表情 独眼男的操作很霸道 很果断 根本就没给阿波罗任何反应的机会 就算对方反应过来又能如何呢 活着的脑袋没有手脚 那就是废物 就跟砧板上的鱼肉似的 任人宰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首领 这一脚踩错地方 希望施主 能安心地去吧 永兴大师 他能彻底地消失 再被对方扭成几段靠着脑袋活下来的阿波罗 就是在改造的时候就让人做好准备 就算被人砍死 只要脑袋能够保存下来就能活着 因此 他在幕后面前创死 成功逃过一劫 只是最大的危险就是 如果没有人带着他脑袋离开 万一有野兽路过 那结果可能就真的悲剧了 当然 这些在改造的时候都有想到 毕竟那么多顶尖科学家的脑瓜子 想法是很多的 必须有备无患呢 因此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就能释放一种香味 这种香味是用来驱散野兽的 但是对人类而言 如果闻到这种香味 肯定会过来看一看 阿波罗就是看来的到底是谁 来决定需不需要对方救援 他看到是独眼男的时候啊 心情是很不错的 感觉真的是有救了 毕竟独眼男给他的感觉就是 龙国的人都是很温暖很儒雅的 还很愿意帮助别人 更何况我是谁啊 我可是星条国太阳神阿波罗呀 最强者 所以结果就是一种悲剧了 第五百一十五集 林凡道 你踩碎他干什么呀 独眼男道 没主意 哦 那下次要注意点才行 刚刚我好像听到他喊救命的 而且我还想让老张帮他扎几针 也许他的身体就能长出来了 老张道 林凡 我知道你很相信我 但你这种盲目的相信我 是很可怕的行为 他都没有身体 怎么可能长出来啊 哦 是吗 那是我说的夸张一点 还好吧 我只是很好奇 他为什么会这么香呢 是不是喷了香水啊 嗯 有可能 如果阿波罗在天有灵的话 怕是要爆打这两个王八蛋 简直就是坑货 我死得如此凄惨 你们却在这里讨论我身上 是不是喷了香水 还是人能说的话吗 轰隆 就在此时 远方轰鸣不断 树木倒塌 仿佛有人在争斗 动静很足 虽说隔得很远 但依旧能够感受到那种 发生冲突时 所传递而来的冲击 有强者在交手 杜眼男神色凝重 带着众人朝着远方袭去 按理说 稳健点才是最好的 可是现在 他们来长白山 就是查探情况的 必须勇往直前 挖掘这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又有什么 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因此逃避是不行的 林凡 我们走 不言难喊道 他知道 谁是最主要的输出 别看他好像是领头人 其实他的内心也很慌 只有林凡冲在前面 才会有安全感 远方 山谷中 嘶吼声不断 听声音 好像是野兽在咆哮 大地都仿佛在震动着 没有看到那边的情况 难以想象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林凡跟老张 到达那里的时候 就见老张紧张地 躲在林凡身后 那里有怪物 独眼男面露震惊之色 从来都没有见到过 这一幕的他 仿佛人生 被彻底地震惊到死的 这是在争夺某种东西吗 木浩 跟一头巨鹰大站着 形成猛烈的冲击 周围树木 全部都被摧毁 碎石建设 轰隆声不断 跟随木浩的那些子弟 围绕在周围 捉到机会 就会对巨鹰狠下死守 这头巨鹰体型庞大 远远看去啊 就仿佛一座小山似的 双翅一震 就能掀起狂风 可是在木浩等人的围攻下 初见落了下风 永信大师道 这巨鹰莫非是邪恶不正 可是并没有邪恶那种气息 还有 那就是星空强者吗 怎么可能会如此恐怖 木浩最为显眼 一拳轰去的时候 拳头都绽放光芒 瞬间形成巨大的拳光 散发出的力量太恐怖了 如果让他们抵挡的话 恐怕都扛不住 渐渐的 巨鹰如同钢铁一般的羽毛 沾染血迹 身体被贯穿 大量的鲜血 从伤口中流淌出来 他们发生争斗的原因啊 很简单 山体倒塌 竟然有一滩泉水暴露出来 泉水蒸腾着白白的雾气 蕴含着极强的灵气 将巨鹰吸引过来 就在巨鹰准备服用泉水的时候 木浩赶来 看到这一幕 怒声咆哮 孽畜住嘴 看到这一滩泉水的时候啊 内心激动万分 果然出现宝贝了 灵气非凡 很是不俗 要是让这种镍处给用了 简直就是糟的 哼 区区真元净镍镍处也敢放肆 简直不值死活 木浩怒声着 这种镍处呀 实力太弱 它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跟它相比较起来 差距很大 只是仗着体型的优势 在刚交手的时候 稍微放肆点而已 别的一无是处 巨鹰暴怒 陷入狂暴 血液染红地面 凶狠地朝着它们冲去 殊死相搏 已经彻底拼命了 哼 木浩冷哼着 而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快如闪电 趁着它们搏斗的时候 直接朝着那滩泉水吸去 手里拿着器具 显然是想装一份 直接撤退的种 找死 木浩勃然大怒 以雷霆手段 朝着那窃贼拍去 杀伐昭示袭来 那偷水的人 身体活跃万分 在半空中扭来扭去 已经违背常人的认知了 扑斥 被波及到 对方身体猛得一颤 已经受伤 但就算如此 还是强行从那潭水里 装好一点 双脚轻轻点在潭水边 瞬间摆住 大鹏起飞似的 逃离现场 古瑜伽传承者 范古 没想到他也来了 杜雁南惊呼着 显然是没想到 不仅仅只有阿波罗过来 别的国家顶尖强者 都已经到的 而且就一直隐藏在周围 等待机会到来 他到底知道些什么 这泉水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为什么连命都能不要 也要抢到手 独眼男沉思着 这里面的问题绝对不简单 只能说 这泉水肯定是好东西 否则绝不可能这样 对于沐浩来说 他最讨厌的 就是有人在他面前 窃取他看重的东西 给我追上 杀了他 是 有族人立马朝着范古追去 只是刚刚的见习 让范古逃窜很长一段距离 想要追上他 明显是不可能的事 范古胆子太大了 借助自身的能力 堪堪躲避杀招 同时还有一些人 也是隐藏在周围的 看到范古得到神秘泉水 他们心动得很 刚想跟范古学习 也趁对方不注意 去弄点泉水 但是很快 看到星空强者的威势 他们瞬间打消了 原本的想法 太可怕了 第五百一十六集 范古是古瑜伽传承者 手段颇多 灵活多变 哪怕是这样 都差点被弄死 以他们的手段 恐怕很难在对方手里活下来 想想还是算了 稳一手 暂时不能着急 此时的巨婴 已经体力逐渐不支了 他就是生活在 长白山的飞禽巨霸 跟那些邪物并不同 以往这里是邪物的地盘 但是也没有邪物 胆敢骚扰他 都是各自存在而已 而后来 邪物仿佛是知道什么 直接离开长白山 但他没有走 这里是他的地盘 而且也知道 有的东西即将出现 等待那么久 就是在等待这些 可现在 对方的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就在沐浩准备狠下毒手的时候 虎啸山林 一道巨大的身影出现了 我来迟了 白虎出现 虎大爷主动出场 身为长白山陆地霸主 那肯定跟天空霸主巨鹰是好兄弟 否则待在这地方 还要时刻注意天空的情况 万一哪天正在睡觉 巨鹰俯冲而下 直接将他给叼走 那就很尴尬了 巨鹰说道 如果你再迟一点点 你现在看到的只能是我的尸体 就算虎大爷到场 巨鹰依旧不敢大意 以他们的实力 连手都不是对方的对手 想想就感觉有点尴尬呀 哼 又一头来送死的孽畜 沐浩满脸不屑 别以为对方体型大 就好像很厉害似的 在他眼里都是垃圾 垃圾的都不行了 完全都不需要放在心上 你骂谁畜生呢 虎大爷脾气有点暴 瞪着胡眼怒视对方 好家伙 长得如此哀笑 连塞牙份都不够资格 还敢再挑衅他 等会儿一口将你咬成碎片片 北涛站在边缘 观察着现场的情况 那泉水绝对是好东西 能够让沐浩亲自动手 绝对不是寻常物 范谷倒是走了好运呢 貌似强走一点点 他很想说 此物乃是我北涛的 可是他怕刚说出来 就要被揍得满地找牙 忍耐 北涛知道 只有等待机会才能有机会 而最大的机会 就是待在沐浩身边 如果是他得到泉水 只要好好地吹捧一番 就有很大的可能性 得到赏赐 虽说当舔狗 是一件让人烦躁的事 可是却能得到好东西 是小老虎 老张兴奋的 老张你放心 这次我绝对让你 摸到小老虎 老张感动的 你真好 谁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呢 跟随在身边的邪物公鸡 偷小将这两家伙给弄死了 看看现在的情况吧 多危险啊 如果我是你们的话 我绝对跑路 一个都不待在这里 可是你们竟然还不知道 危险即将到来 还傻傻地说小老虎 我的天哪 邪物公鸡一心就是想着 得到天大的内幕 然后将内幕带回同胞大家庭 成为同胞眼里的英雄 可现在 他自认为 已经得到了很重要的内幕 想着就是告诉同胞 但是没想到 同胞根本就不在这 对他而言 这就是很操蛋的事了 此时呢 都眼男沉声道 我们几人去抢点他泉水 有多大的可能性 我扛不住他 永兴大师道 我扛 独眼难道 林道明说道 你最好别冲动啊 死人的实力太强 不是我小看你 你未必能应接得下来 很有可能会出大事啊 永兴大师说道 没错 咱们出自佛家高远 能有多扛 心里都有数 就刚刚范骨 只是被擦边一下而已 就被重伤 对方的实力 已经恐怖到极致 待在一旁的刘海禅说道 如果我跟林道明 一起牵制对方 或许能牵制数秒 众人沉默不语 他们跟对方的差距有点大 独眼难仔细一想 倒是没有冲动 现在才刚刚开始而已 泉水可能很宝贵 但这绝对不是结束 只是开始而已 继续等等 而且他在等待 吴胜离开了沿海市 很有可能就出现在这里 只是现在到底在哪 谁也不知道 就在独眼难准备 让林凡不要冲动 低调一点的时候 却没想到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你们 他想阻拦 只是已经来不及了 林凡带着老张 牵着邪无攻击 直接走了出来 还很兴奋地挥着手 高呼着 嘿 小老虎 顿时 所有人目光 都看向林凡他们这边 虎大爷皱眉 心里想骂人呢 该死 怎么会遇到这家伙呢 虽然没有交过手 但他知道 从远方走来的这家伙 很不好对付 别看对方 好像一直笑咪咪的 但那笑容在白虎看来 真的很阴沉 有种变态的气质 他是谁 巨英 伤势很严重 看到有人 人类喊白虎为小老虎 很是怪异地看了眼白虎 白虎沉声道 先前遇到的人类很厉害 我想等会儿我们找到机会 能够安全地逃离这里 那泉水呢 巨英不舍道 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只是开始而已 会有越来越多的好东西出现 我们不急 白虎没想到 巨英还想着这玩意儿 那是真的无奈 况且 这些家伙未必能获得 毕竟这里可不仅仅只有他们 还有更多厉害的家伙呢 第五百一十七集 杜雁南等人没有出来 原本他们是想出来的 但杜雁南想到 也许能够趁对方没有发现他们 而又被林凡给牵扯住 能有机会偷偷摸摸地搞到一些 真的有这可能性 因此啊 他阻拦众人出去 继续潜伏 等待机会 你是谁 沐浩皱眉 又有不知死活的家伙出现 看来还是没有给他们 带来真正的绝望了 否则还敢这样放肆吗 哎 小老虎 你快过来 我最好的朋友想摸摸你 林凡朝着虎大爷招着手 总感觉对方并不友好 好像不想跟他们做朋友似的 如果是以往 他并不在意 朋友不需要多少 只要能有像老张小宝之中的就好了 就算只有一个 那也比拥有十几位酒肉朋友的好 但是为了能让老张摸到小老虎 他愿意跟着小老虎交个朋友 只要能够满足老张的愿望 虎大爷怒声咆哮道 做梦 妈的 击杀虎大爷了 我乃长白山陆地行走的霸主 你们这两个混蛋人类 竟然想摸你虎大爷我 简直就是放屁 没有一口吞掉你们 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事情了 还敢在虎大爷面前胡蹦乱跳 简直是找死 你有些不太友好啊 林凡说道 如果不是现在的情况有些危急 虎大爷绝对跟刁兄 啊不 跟英雄联手打爆这怪异的人类 沐浩说道 你们这些土著 好像还没有搞明白一件事情吧 你们来到这里 就没有发现情况有些不好吗 你们的实力在我看来 真的是很弱啊 林凡看着老张 你看到的 他不是很友好 老张道 那该怎么办 林凡陷入沉思 仿佛是在想着对策似的 小老虎不想跟他们交朋友 真的好烦 如果可以的话 他真的很希望对方能够满足 老张卑微的要求 只是 他们没有感觉到 现场中有一味的情绪啊 逐渐不对劲了 沐浩跟林凡说话 可是对方完全不理睬他 完全将他当成空气 想他沐浩是谁啊 能够主动跟你这土著聊天 你就应该表现出卑微的模样 甚至是一种庆幸 就仿佛是天大的恩赐降临一般 而不是现在这种 完全不想大力的模样 愤怒 真的是很愤怒 忍耐 心里的怒火已经在燃烧了 很快就要爆炸 没想到竟然是他 北涛看到林凡 隐藏在面具下的神情 逐渐严肃起来 这些愚蠢的星空强者 不知道他的实力 他可是知道的 很强的存在 不是他看不起沐浩 如果发生大战的话 沐浩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周围没有人关注着他 自身只是一位小偷鸣而已 稍微往后退一退 寻找好位置 情况不对就立马开溜 而且还稍微往泉水那边 靠一靠 逃跑是肯定要逃跑的 但要是不带点东西跑路 谁能受得了啊 林凡出现 吸引很多人的注意 不管是星空强者 还是白虎巨鹰都是如此 就连隐藏在周围 等待情况的那些强者 都面露喜色 等会情况好转 就能趁机抢夺一些泉水离开了 等待没有白费 文赚的买卖 虎大爷被林凡看得浑身不自在 就好像被人看穿似的 心里骂娘 有病的家伙 都说没兴趣 还他妈看着我 过来让我摸摸 林凡说道 虎大爷没有说话 意思很明确 摸你妹啊 你看我有理睬你吗 就在此时 一股惊人的气息猛烈爆发 我他妈的跟你说话呢 你有听到吗 沐浩 怒声咆哮着 他从未遭受过如此屈辱 没有错 对他而言 任何人没有回应他的话 就是对他的羞辱 他跟对方说到现在 哪怕林凡正眼看他一眼 他都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林凡疑惑道 嗯 你干什么呀 沐浩神色正宁 紧握双拳 只见双拳缠绕着光芒 随后脚步一踏 砰的一声 如雷轰鸣 地面崩裂 身影瞬间消失 速度达到极致 万计之拳 恐怖的一拳 仿佛世间一切都已经消亡似的 所有人面色大变 只乎恐怖啊 这样的拳法怎么抵挡呢 精妙绝伦毫无破绽 他们心里想着 如果是他们面对这样的拳法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土著 你不该无视我 沐浩冷声道 而就在这片刻间 惊人的一幕发生了 他的脸色瞬间大变 仿佛见鬼似的 不可能 惊人的轰鸣声响彻 他们只看到一道身影 倒飞而出 直接倒地 谁 到底是谁 所有人观望着 但很快 他们就看到林凡 安然无视的站在那儿 而沐浩却是直接倒飞在远方 安静 一切都变得很宁静 沐浩躺在地上 瞪着眼睛 满脸的不敢置信 他没有爬起来 而是陷入蒙神状态 说实话 他从来都没想过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被揍了 而且还是被当地的土著 给揍了 第五百一十八集 刚刚施展的是万计拳法 属于墓足绝学 修炼到最高境界 一拳出 就连天地都要祭面 虽说他没有修炼到那种境界 但也绝对不是 什么人都能抵挡的 关键 那家伙好像没怎么抵挡 就他妈的仿佛拍苍蝇似的 将他给拍飞了 林凡没有下狠手 就是简单挥手而已 木浩爬起来 揉着胸口 嘴角有一丝鲜血 不过并无大碍 相对稳定 只是没有再敢小看林凡 也没有冲动杀上去 他自知不是对手 稳定才是最关键的 虎大爷心惊得很 好强的人类 将咱们英雄 走成这模样的星空强者 连一招都没接住 想想都感觉可怕得很 你看我干什么 奇怪的目光袭来 虎大爷跟巨英的目光碰撞 从感觉 这家伙的眼神 包含着一种奇怪的含义 巨英没有说话 无声叹息 我明白 说完这句话 虎大爷迈动脚步 很快就出现在林凡面前 他已经没有先前的傲气了 长白山陆地之王秉承着内心的真实想法 你们好 刚刚我跟我英雄被他们逼到绝境 态度是有点不好 希望你能谅解 胡大爷声音很粗广 很豪迈 不愧是陆地霸主 胡大爷 林凡惊讶的 哎 你会说话 老张震惊道 林凡 他竟然会说话 胡大爷额头浮现黑线 你们有毛病吗 我会说话是很值得惊奇的事吗 搞得就跟没有见过世面似的 实在是让人失望 不过该表现的还是要表现的 我们是灵兽 开启灵智 说话是很正常的事情 从曾经古代时期 各种神话中就有我的存在 胡大爷解释着 想好好说说他在古代时的威风 但一想 好像没有什么好威风的 那些愚蠢的人类 自己胆小被他吓死 关他屁事啊 也有没有被他吓死的 后来就说 长白山有口吐人言的虎妖 其貌丑陋 正宁 因此在古代时期 就有很多正义之事前来除的 最终都死在长白山了 只是这些人都不是他杀的 死得莫名其妙 可外界却已经将他 描述成了十恶不赦之妖了 老张 默默 林凡说道 胡大爷又想暴怒 我跟你说这些事 你非但没有表现得出足够的尊敬了 竟然直接让你身边人摸我 你到底怎么想的 有实力就能为所欲为吗 没有错 真的呢 哇 林凡你快摸摸看 好舒服啊 没想到我竟然能摸到 只有在电视上才能见到的小老虎 老张兴奋道 对于老张来说 这就是他的愿望 能够摸到小老虎就很开心 林凡见老张笑得如此开心 他也是笑着 老张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希望老张每一天都是快乐的 胡大爷终究是你大爷 别以为只会蛮横胡来 其实也是很讲究战略的 林凡没有展现真正实力的时候呢 他都不想理睬对方 可是 在林凡爆发出那恐怖的实力后 胡大爷瞬间改变了想法 但胡大爷还是比较矜持的 没有第一时间表现出来 直到英雄的小眼神看过来 胡大爷瞬间瞄动 差不多该行了 能行动就赶紧行动 别磨叽 此时呢 独眼男党人走了出来 稳妥 彻底安全 终究还是小看了林凡的实力 现在看来 真的是够强 你们在龙国地盘胡走非为 就没想过我们特殊部门 会允许你们这样做吗 独眼男面无表情地说道 他们站在林凡身边 随后小声道 林凡 我们去泉水旁边站着 林凡见老张摸老虎的心愿完成 就跟随独眼男他们来到了泉水边 沐浩脸色见老 他想将这些家伙 全部击毙 可是林凡的实力太强 让他很是忌惮 不敢随意行动 北涛皱眉 预感不妙 悄悄退去 情况实在是太不妙了 很危险 没想到星空强者都不是林凡的对手 继续待在这儿也没有任何用处的 只是他没有退得太远 而是站在牧族子弟最后面 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也绝对不会跟任何人发生冲突 你去看看 这泉水到底是什么 独眼男小声跟刘海禅说道 让他先去探查一份 刘海禅来到泉水边 惊叹着泉水非常的不俗 深吸一口 这蒸腾而起的白雾 浑身充满精神 疲劳一扫而空 绝对是宝贝 只是没敢随意服用 暂时还不知道 这泉水里面的构造到底是什么 需要带回去仔细研究 否则一旦服用出现问题 那能找谁啊 少领 东西不俗 绝对是宝贝 刘海禅说道 独眼男点点头 看向幕后 你们来自星空深处 按理说来者是客 但你们未经允许 就出现在龙国地盘 还大肆造成破坏 希望你们能给个理由 如果是前来做客 我们很欢迎 但如果是找麻烦 那便告诉你们 痴心妄想 哎 很硬气 跟先前形成很大的差别 刚开始啊 他们就是缩在暗处 静静等待着 直到林凡表现得很厉害 独眼男瞬间就站出来 捍卫他们在长白山的主权 你是在找死 沐浩怒声道 你以为将我击败 就能守住这里吗 我劝你们 还是别痴心妄想了 等我牧族强者到来 必然将你们屠杀掉 对于沐浩来说 他是真的有些 无法容忍 对方嚣张的行为 击败他就感觉无敌吗 哼 一群警抵之王 等族内强者到来 必要你们后悔莫及 我们走 沐浩抬手 带着众人离开这里 泉水没有争夺得过 放弃就好 长白山很大 而且也不是他此次之行最主要的目的 独眼男没有阻拦 他知道对方已经被震住 不敢随意动手 关键是他指挥不了林凡 除非对方主动出手 他大喊一声 林凡救我 或许能让林凡彻底打爆对方 北涛高看沐浩一眼 不错 知道干不过就撤退 星空强者也不是蠢货 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呢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手 如果你真的跟林凡干起来 他绝对是第一个就跑路的 甚至连头都不回一下都跑路 林凡对沐浩 一点兴趣都没有 因为对方给他的感觉就像是无上 并没有让他感到很大的压迫感 虎大爷跟巨鹰对视着 两人用兽语交流着 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泉水 应该得不到 此地不宜久留 我伤势很重 需要恢复 现在就撤吧 最终嘛 他们达成协议 就是先看看后续的情况 如果真的什么都得不到 就立马离开此地 第五百一十九集 由脚步声传来 几道身影出现了 是你们 独眼男看着他们 没想到 是各国的强者隐藏在周围 原本以为只有泛国一人而已 现在看来是想多了 取首领 如今星空强者降临 这些出现的奇物 能不能分享一点给我们 也许会增强我们的实力 到时候我们必然跟龙国团结一心 共同对付这些星空强者 说话的这位是苦行僧 穿着破烂 看似好像乞丐似的 但却不能小看 实力很强 就算是独眼男 都不敢说能拿得下对方 周围别的强者都是这意思 从星空强者手里抢东西很难 但从独眼男手里要点 应该不难吧 独眼男眨着独眼 仿佛是想说 你们想治屁吗 他们跟独眼男寻要泉水 的确是有些问题 但如果不开口 就什么都没有 可是只要开口就有希望 何乐而不为呢 你们说什么呢 说的我都有些听不懂啊 独眼男说的 永信大师的 阿弥陀佛 佛家高僧从不打狂语 老纳智慧超群 愣是没有听明白 哪里看不出这群家伙的想法啊 妈的 能不能要点狗脸 只要心里有点数的人都知道 这话说得很有问题 而且绝不会说出口 可是没办法 人家不仅说了 而且说的还好像很应该是的 各国强者并未有多大的差异 想从他们手里弄点泉水的时候 就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 但如果真以为这样的拒绝就能让他们知难而退 那未免也太小瞧他们了 必须继续死缠烂打 绝对能够得到心里想要的 徐首领 希望你能理解 我们的国家面临这些星空强者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啊 要是他们到达我们的国家 我们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任由他们宰割 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 龙国乃是仁义之国 自古以来就是如此 帮帮我们吧 老僧替无数之名拜求一丝泉水 说到这里啊 苦行僧双膝跪地 对着众人就是那头一败 这一刻将独眼男看得傻眼了 懵了 他是真的没想到对方竟然跪下 独眼男直接被对方给搞傻眼 整个人都懵懵的 周围别国强者惊讶地看着苦行僧 心里直接骂娘啊 你这狗日的未免也太没尊严了吧 而且你身为强者 就算被人揍死 也绝对不能干出这种事了吧 永信大师道 这家伙有点难搞啊 独眼男沉默着 要不要给对方面子 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 如果是开始 他是不可能理睬对方的 只是对方做到这种地步 完全就是连一丝脸面的不要 一点强者风范都没有 搞得众人都不知道如何面对了 林道明说 别理睬的 一看就知道这是苦肉鸡 这些可是我们地盘的东西 凭什么分给他呀 刘海禅对此也是持有认同的态度 的确如此 独眼男看向林凡跟老张 只见他们两人有说有笑 完全没有将这种事放在心里 两位都是精神病患者 询问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用处的 你来真的 他是真的没有看懂苦行僧的操作 按理说 只要精神稍微正常点 就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 对于他们这种强者来说 脸面是很重要的 苦行僧依旧跪拜在那里 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所以很多强者都从一开始的震惊到现在的不屑笑容 妈的 就这德行还敢说自己是强者呀 能不能要点脸 独眼男来到泉水旁 取出小瓶子 类似香水瓶那般大小 装好一瓶直接扔给苦行僧 我是看你贵的让我有些陌生 赶紧走吧 心慈面恶的独眼男 终究还是没有能狠下他那善良的心啊 苦行僧得到一小瓶泉水 再次败泻 迅速撤退了 现场安静得很 手持金属大宝剑 身穿重金属盔甲的圣骑士 缓缓走了出来 徐首领 能不能给我点 光芒照在他的盔甲上 盔甲折射着光芒 好帅啊 老张说的 林凡道 啊 谁啊 老张指的圣骑士的盔甲 他穿在身上的 还有他拿在手里的 林凡好奇地看过去 点点头 的确很不错 但那是别人的东西 我们是不能拿的 我知道 独眼男耳朵尖得很 自然听到他们的对话 顿时有所想法 最近这段时间 谁再讨好谁 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首先就是勇兴大师 别人看不出来 哼 他还能看不出来吗 如果不是还要点面子 哎 他是早就明目张胆的跪舔了 林凡道明跟刘海禅看似正常 其实他们的内心也是颇有想法的 只是他们的脸皮比谁都薄 所以没太好意思而已 别的人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舔林凡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独眼男道 给你不是不行 我看上你身上的这套盔甲 跟手里的大宝剑 用他们来换吗 圣骑士听闻 惊愣了 掀开遮挡面孔的面具 沉声道 你不想给 何必这么过分 他身上穿的这套盔甲 跟大宝剑是有来历的 亚瑟王套装 从古老时期就传承下来的 绝佳套装 用的是一种天外坠落的材质 打造而成的 经历过很多使用者 每一位使用者在历史上 都是赫赫有名的存在 这套盔甲 不仅仅能够提升使用者的实力 还代表着自身的一种荣耀 所以在每一位使用者的心目中 就是无比珍贵的 就算丢掉性命 都不能让这套盔甲有任何问题 那算了 独眼男贪手道 表示很无奈啊 条件已经给你了 你自己不同意 能够让我怎么办呢 圣骑是很生气 放下面罩 提着大宝剑直接离开 别的国家强者都知道 想要得到这功效未知的泉水 恐怕真的要跟苦行僧一样 跪下才能得到 只是他们做不到这种行为 太他们丢份了呀 没有多说 直接撤退 独眼男喜闻乐见这种情况 真的没有人愿意留你们 都赶紧走吧 他也知道 这些人绝对不会放弃的 倒不是对泉水 还有非分之想 而是想在长白山里 看看能不能获得别的东西 这件事绝对抵挡不住 他们人数太少 哪里看得住他们呀 第五百二十集 远方 战略性撤退的木耗 脸色阴沉得很可怕 看似都能挤出水似的 北涛没有多问 就现在的情况 问了也是白问 甚至还能自找麻烦 如果可以的话 他希望能够安安稳稳地度过 千万不能招惹任何麻烦 该死的东西 木耗愤怒得很 心里非常的不服 可是不服也没用啊 实力不如别人 还能怎么办呢 强行复仇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到底是谁 木耗看向北涛 询问刚刚那家伙到底是谁 他他妈的让人不爽了 北涛道 大人 他是龙国最强的高手 名叫林凡 林凡 木耗将这名字牢记在心里 能够被他记住名字的人 一是同等地位的 另一种就是 琢磨着何时搞死对方 是的 大人需要多加注意 这家伙实力很强 我们这边的死神 就是被他斩杀 北涛提醒道 虽然木耗的死活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但现在这时候呀 木耗活着还是比较重要的 想要让暗影会更为强大 得到更多的东西 就必须有引路人 而木耗明显就是这样的人 北涛看人是很准的 从接触的这段时间来看呢 木耗缺点很多 虽说是星空大族 木族的公子 但他可以确定 以木耗这种情况 绝对不是大族里重点排养对象 如果像这种的 他都要怀疑这种大族 是不是混子了 绝对有比木耗更为出色的 只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无法跟那些出色的人接触到 所以需要跳板 借助木耗慢慢地攀爬上去 木耗颇为不爽 死神 就那种货色 我都不放在眼里 北涛只能微笑着 你厉害 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我还能说什么呢 而就在此时 一道声音传来 木耗收紧你这种傲气的心态 否则后悔都来不及 声音好像是从四面八方传递而来的 所有人都寻找着这声音的主人 无声 来就来 别装神弄鬼 木耗听声音啊 就知道是无声 看对方跟着的情况 明显一开始就是在观察着的 而且还看他被这里的土著镇压 想想就感觉此人心机深得很 很快 无声漫步而来 神情淡然 微笑地看着恼羞成怒的木耗 你别误会 我可没装神弄鬼 无声笑道 木耗脸色阴沉 你刚开始就在现场 是不是 是 我就在现场 他看到木耗跟林凡动手 就知道木耗要悲剧了 开玩笑 连他都不是林凡的对手 就木耗这家伙 哪能支撑多久啊 只是没想到 不是支撑不支撑的问题 而是直接被秒杀 挥挥手 就将木耗给甩开了 这份实力真的很惊人 回想当初 幸好没有跟林凡持续打下去 又或者说 对方根本就没有用真正的实力 否则他也好不到哪儿去的 你既然在现场 为什么不出面帮我 木耗越想越气 如果当时无声出现帮忙 那情况可能会发生改变 那潭泉水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了 无声想了想啊 还是没有告诉对方 我跟林凡认识 毕竟这是件秘密 他被老张扎针的事 可不想告诉任何人 我以为你能赢 这样的回答 考得木耗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北涛发现 此人比木耗要有前途很多 但是根据他的观察 这家伙怕是不好惹 也不好忽悠 任何不好忽悠的人 北涛都不会大意去找对方 以防两边都不讨好 最后错失机会 你有见到别人没 无声问道 木耗道 没有 一共有四个大族 派遣弟子当先锋队 可是现在只有他们 另外两个大族 到底去哪儿了呢 看来是隐藏在某处地方 毕竟长白山实在是太大 想要简单地找一个人很难 而且他们都有着各自的想法 寻找到宝贝 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手里啊 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啊 领导明问道 他们没有任何工具 装在这些泉水 虽然泉水并不多 但还是能够装一盆的 没有任何工具 怎么将这泉水带回去 还是很重要的 杜燕难道 没办法 只能将底座跟泉水 一起运回去 你们三人乘坐飞机先回去 这里就交给我们 领导明说的 我留下也行 杜燕难道 不行 此物太贵重 以防半路有人拦截 你们三人一起护送 我才放心 而且这里你们也看到 比我们厉害的人还有很多 万一发生冲突 反而更容易成为累赘 说话太直白容易得罪人 就比如 杜燕难说话真的太直白 林道明等人听了呀 就感觉刺耳得很 但是没办法 说得实在话 就算你想反驳 也得找个理由啊 阿弥陀佛 说得很有道理 我们先送泉水回去 永信大师说的 杜燕难道 泉水笼罩着白雾 绝非反雾 吸一口就容光焕发 精神百倍 回去后 立马让人研究泉水的成分 看看有没有毒 不过我猜测 这泉水对我们的好处极大 而就在此时 杜燕难惊呼着 不肯 只见 林凡跟老张两人捧着泉水 咕噜噜喝着 还洗着脸 哇 好清凉啊 好喝 母鸡你也来点 真的好喝 邪物攻击不是蠢货 被林凡抓着脑袋 往泉水里按的时候 不要 我不要啊 全程都看在园里 泉水是什么成分组成的 还都是未知数的 如果是毒药该怎么办啊 我邪物攻击还没有成为邪物英雄的 我卧底到现在 吃了多少苦 多少泪啊 字眼都被踩在脚下了 绝对不能在这里挂掉 你们要死 自己先死吧 他拼命地反抗着 可 渐渐地 邪物攻击面露惊讶之色 这味道 这触感 这感觉 好像有点情况啊 真相定律永远都是正确的 邪物攻击咕噜噜地喝起来 直到独眼男惊呼声传来 才将他们从狂喝的状态给拉扯出来 嗯 怎么了呀 林凡问道 独眼难道 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 万一有问题不得了啊 看一眼泉水 被喝了大半了 这未免也太能喝了吧 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随后急忙问道 有感觉没 林凡眨着眼 没有 老张道 还好 邪物攻击昂着鸡头 小小的鸡眼瞪得滚圆 喝完全水之后啊 反应最大的就是邪物攻击 咯吱咯吱 邪物攻击张开翅膀 细长的双腿鼓胀起来 满是肌肉 那是昂首的姿态 抱起的双眼仿佛在呐喊 我爆炸机快要爆炸了 统统都给我让开